其实这一次和小米爸爸见面 我们心平气和的聊了很多很多 首先当然是聊了女儿 聊了孩子的将来 我们的对孩子的一些畅想 希望他上哪所学校 一些的讨论 然后也聊了一些过往 聊到了之前他跟我告白的朋友的事情 他说他完全没有想象到 他的朋友会做这样的事情 同时他也说 他无法想象 如果我真的和他朋友在一起了以后 他有多尴尬 因为他说虽然他的那个朋友已经离婚了 但是他跟那个朋友的夫妻 就是男方女方 对他来说都是他的好朋友 如果我要是跟他那个男的 如果要是真的怎么样的话 那他很尴尬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 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每个人心中都有饿 但是人跟人之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你会不会去跟随着这个恶 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有的人就愿意跟随着这种想法 去做一些事情 尊重自己的想法 可能有的人是这样想的 比如小米的爸爸 他说他当时去找那些小三小四的时候 是为了想引起我的嫉妒 引起我对他的重视 让我后悔 这种逻辑思维呢 我就不是很理解 但是他跟随了他的恶 那么如果当我跟随着一些恶的时候 当小米的爸爸的朋友跟我告白的时候 我当时如果不管不顾的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了 这样的话对未来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如果我那样做的话 小米的爸爸还要像现在这样对待小米吗 其实我对小米爸爸的期望 那种诉求非常的简单 知识之中都是一样的 无论我们离婚与否 我的想法都是希望小米的爸爸能抽出时间多陪伴小米 这个如果是看我之前的视频就知道了 然后我这一次呢 他就跟我讲 他现在他终于他明白我当时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了 一转眼小米已经七岁了 孩子的童年还有几个七岁呢 再加上小米的爸爸不在法国工作 他们相处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 在我们分开的这一年里 我没有对他死缠烂打 也没有对孩子进行仇恨教育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带孩子去看世界 看过世界的小米是如此的可爱 这些都让小米的爸爸意识到了陪伴孩子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次他来法国一直住在我这里 每天以小米愿意和他睡觉为荣 要知道以前我们为了小米是否分房睡的 这个问题超过无数次讲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陪伴比让孩子单独睡一个房间更为重要 现在我们相处的模式就是最好的状态 对啊 这是个狗 它不会知道的 不是 你还告诉他 这个狗子去玩去爬那个圣诞树的 然后你把他拿下来打他 是不是 那个 知道了 知道了吗 看一看有没有受伤 没有 他可能 你告诉他 然后你再跟他说一遍 Luna 不准爬圣诞树 Luna Luna 不准爬这个啊 不然 我在找棒 你就会像这个狗子一样 你就会像这个狗子一样啊 嗯 是的 好了 行了 你已经吓到了 你把狗子收起来 下面要有种行操 不能抓 你看 好了 哦 对 你这打得很用力的吧 不能用爪子 看这个掌 用爪子抓沙发 不能抓沙发 他 抓沙发 是这里 对 他看该可以做的 完了 这个 才是做的 他以为这是他的新玩具 是不是啊 这样要有东西不能 你看好啊 Luna 可以看这个 好好好他又躲起來了 去那裡啊 他已經都去了 他在這里 他在這里好 你別上了 出來出來吧 行了吧 你看 我呢 你看好了 我腳上 他沒看見 他在里面看得見 完美了 沒看見 好夠了夠了 我們今天教育過了 下次再教育他 等他出來再教育他 我們先來看電視吧 好吧 我們先把我們想看這個裝修設計 我們看完 小仙女 我們一起看 不臭 哪有什麼臭 臭死吧 他自己覺得不臭 可以了 好了來 好了 拜拜 我女寶寶 拜拜 拜拜 好了有什麼 給我打電話嗎 我把門關緊關上 你的貓跑了